不少的香港人都有捐款的習慣 除了傳統賣期或掌勸的方法之外 還有一個簡單又直接的方法 就是保單捐贈 師傅教授 其實你知不知保險業推動保單捐贈的計劃 我覺得這個意念是相當好的 我知道在這個計劃裏面 透過將人壽保險的補助額 是捐贈給慈善機構 正正可以發揮人壽保險的專業人員 他們的知識、服務 以及發揮他們社會創新的精神 另一方面 其實都能夠構建一個所謂為愛的文化 不僅僅將我們的愛 比我們家人更加延伸到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透過這個方式其實都是很簡單 是融入你的生活的細節 而且都是很有持續性 亦都很穩定的來源 方便到慈善機構更加好規劃他們的服務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是十分值得支持和讚許的活動 那你有鼓不鼓勵我們的市民 在做保單捐贈的時候 去選擇一些本地的慈善機構 十分值得支持的這個行動 其實透過你支持這個慈善機構的時間 能夠讓受惠的人數更加是配增 可以有很好的廉業效應和持續性 是十分值得推廣的 張先生你好 我知道季會曾經接受過保單捐贈的計劃 可不可以和大家都呼籲兩句呢 生命人協進會是接受過保單捐贈的計劃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支持保單捐贈 這樣令到心愛想服事的人 能夠持續得到支援 推動保單捐贈 創建共享城市